抱怨上日 贤子和帮种兵这对同门师姐弟 趁七夕启人节前夕 相约观看失恋博物馆特展 同样诞生了一两年 两人现场大吐苦水 抱怨七夕也是老样子 只能在工作中度过 不过一大一唱又半嘴 他们看起来到还真有点情侣像 明天嘛 明天就是七夕了嘛 我明天用通告 你就不要来陪我 明天我要出国 算了 我很就是这么 就是大庭广东西还约你 好那我明天把工作推了 虽然方仲丁及时转口 但显然身边的女神已经生气了 在被问到方仲丁 是否符合自己的择偶条件时 神总机摆出傲气 他哦不是 会不会太直接 对是也他还不会说是啊 这么多麦克风对着他 对啊对啊 他说对啊 挑选另半的条件 另半的条件啊 就是 可能要比较懂得迁就我 因为我太任性了 嗯 好 OK OK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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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你是在越描越 你的格偶条件吗 我吗 嗯 就我可以迁就他啦 这是公然在镜头前暧昧的节奏 方仲丁这招补救来得妙 你俩赶紧在一起吧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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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